我找出來的許多的物件 包含像是這個賓館它的 這一個 在每個物資裡面都有關於這個賓館的一些 一些服務項目 那其實不是要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不是要看這個 這裏有些一台字我讀出來的 這一個還是要從年節到增多 讓廚房的建議口味上的廚房偶爾的外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在做一種情色上的關係 然後這邊你就會看到他們的一些廚房的一些資料 那這邊呢是在貝品寺居住的一個傳統美女 他的生活日記 那你就可以發現中正念的日記 就可以發現他們其實是在整個 社會節奏的最底層 然後他們不僅僅是最底層而已 他們還必須接受整個情色產業上面 最嚴重的過去 例如說他賺回來的每一筆錢 他要跟牛館去拆帳 他要跟經紀人去拆帳 這樣子 那最後他身上可以拿到錢 其實最大的賞 那如果說他又遇到生命期 又加上生命 他沒辦法工作 那經紀人就不會開過作品 那你很快的你的經濟生活上會出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去呈現 這樣子的一個利好命館 它包含是營運 包含是裡面的這個 呃在面所發生的這些人事物的這些結構 其實它也是等於是我們當初一群藝術家 在做什麼中國情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個思考 哪一種思考 就是台灣在整個80年代的時候 是經濟高速的這個成長期 所以我們很多的人 例如像是情色產業 娛樂產業 或者是其他的消費產業 我們都是很快的去學習 看到歐美他們是 歐美是他們什麼樣子 我們就把它學進來 可是這種現代性經驗 它不是一個從台灣人自己的生活裡面去長出來 那這個東西它就很像是什麼 很像是在那個年代工作的這些女工 或者是男性的老公 他們在下班的時候 他們需要大量什麼 大量的這種娛樂消費產業 來讓他每天很忙碌的 八個小時或超過十個小時的工作 能夠得到一個警方 然後這整個工作來處 它是一個代工的成果 代工的工作 它是沒有創造性的 所以人在那個工作當中 人其實只是一部機器 可是你看到台灣其實從 高速經濟成長的80年代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緣區 裡面大部分的工作 還是在做代工 我們沒有像韓國一樣 是在發展品牌 你發展品牌 你會有失敗的危險 可是代工這件事情 你可能生產出來的 這個白牌的機器貼了牌 給歐美的這些大廠 它就是三倍的價錢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有一個背後很嚴肅的一個思考 就是 台灣什麼時候可以擺過代工這件事情 它當然是跟整個中國城堂 背後 在整個80年代 它的成型發展 其實這個有相關 那 我今天講一講一講一講 謝謝